再来一个我们就看节流过程 thruttering process thruttering process它是指的一种我们常见的 像冷气机里头就有这个节流过程 像我们用的电冰箱就有节流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节流过程 比如说这个好像是电冰箱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是压缩机压缩机 压缩机就是里头它用一种的气体 这个气体挥发性很高 就是它的气化热很低 它平常的压力之下它是气体 你加高压以后它就变成液体 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我们本来是气体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压缩机的活塞往下压的时候 这里这两边有个活门 这个活门就关住了 这个压缩的气体液体不能从这里过来 只能从这里出来 这个活门就开了 所以压缩的这个气体就变成液体 它温度就变高了 就从这个地方呢 管子出来 那冰箱有的 你可以看到后面有管子 就是这个管子 发烫的 OK 它就跟外面的空气 外面空气比它还温度低 所以它的热量呢 就从这个金属管往外 热量就散掉了 散掉了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啊 就是说它半个周期是压缩 再半个周期呢 它这个活塞呢 就往上提升 就是体积变大 体积变大的话 它这个活塞就关闭了 这个里头的液体不能往这里跑 这个地方的活塞开了 于是这里的压力啊 因为它往上提 压力变小 这个压力比较大 所以这个气体就从这个地方冲过来 可是不是让它一下子冲过来 我们这里管收缩成一个很小的孔 这个孔好像喉咙一样 就从这个地方喷过来 喷过来 那个液体就变成了气体 液体变成气体 那这个时候呢 它温度就降低哦 温度降低的话呢 这一段就是在我们的冷冻库里面 它比冷冻库的温度还低 所以冷冻库里面的食物 润量就传到这个食物 传到这个里头去 然后它又 就带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一次压缩 润量就从这个地方放出去 然后从这个地方 它又上升的话呢 热量又从这个地方进去 所以它每活塞 每动一次 就有一部分的热量 从这个地方 冷冻库跑到这个管子里面 然后从这边排到空气 或者这里用水冷室 被水带走了 所以这个冷冻库里面的温度 就逐渐的变小 变低 那么这就是冰箱跟冷气的一个 基本原理 那么我们现在看 单单看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看这一部分 比如说当这个在加压的时候 加压的时候 这一边呢 压力变大 可是这个活塞呢 这个顶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这个气体啊 这个时候啊 气体通通在 我们刚刚讲的左边 就有一个pressure PE温 它整个的体积是V温 然后呢 在另半个循环里面 它就是活塞往上提的时候 就等于这边呢 体积变大了 因为它这个左边的活塞 右边的活塞放掉 气体呢 它这边体积变大 这个高压的这个 液体就从这个地方喷过去 喷过去以后就变成气体 变成气体 OK 它一直压缩到底 那最后变成这个是V2 体积变成V2 压力就降低到 P2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弓 就是它一个循环的弓了 这个是半个循环 在这个里头 P1 DV 它现在从V1变到0 看到这里变到0 那我们妈妈和我 把这个当作是等温 Tresure就拿出来 那体积 气氛就变成0-V1 然后到这个的时候呢 就算W2 它是P2DV 这个Presure 我们也妈妈糊糊 把它当作P2 因为它时间很短 好 那么 0到V2 所以V2减0 它总共 就一个循环的弓 W1加W2 这两个加起来是 P2P V2减掉 P1V1 这是弓哦 热呢 好 我们当作是 因为它进行的很快速 进行的很快速 它的压缩机 也是一秒钟 要震动好多次 因此它热量 还来不及跑出来了 它的Process 已经进行了好几个Process 所以可以当作是绝热 绝热 那么带着热力学第一定律理论区 这个0 W是这个 那么我们就 把从这里 这一边跟这一边相等 V1拿到这边来 就是U1加上P1V1 这个拿到这边是 U2加P2U2 那就表示说 它任何状态之下 它的内能 跟P乘V的值 是和 要等于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内能U加PV等于定值 这个过程常常用在 蒸汽 机工程与冷冻学上面 那么这个量 U加PV 这个量 我们称它叫做 Enthropy 叫寒 它的值呢 跟工作的物质有关 就说你里头啊 你加什么样的一个冷煤 就是冷煤啊 加什么样的冷煤有关 这个叫做 Throtering Process 再来一个就是自由膨胀 Free Expansion 自由膨胀很特别很特别 各位要要注意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呢 它的这个壳子的体积是固定的 固定不会变 它里头呢 就分做两个空间 用一个隔板 把它隔起来 这是一半空间 这个是另外一半 这个空间里头有气体 比如说是理想气体 这个空 这个空间是真空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用遥控的方式 令这个隔板呢 就破碎了 那这个气体啊 一下子就往这个真空的地方 就往这边呢 跑过去了 那么很快就混合 起初它的体积只有VI 后来这个气体占的体积是V2 这不是容器哦 容器的体积不变哦 好那么 因为这个系统跟外界隔离 就是说这个 这个系统啊 不但体积保持一定 跟外界啊 保持隔离 就是绝热 隔离就是没有任何来往 能量没有任何来往 当然热量也没有来往 那因此呢 它的Q等于零 因为这个体积啊 对环境来说啊 没有改变 对环境来说 你里头怎么变化 在外面根本不感觉出来嘛 所以呢 它没有工 PDV V要改变 它才会对外界做工啊 或者外界对里头做工啊 现在它没有改变 对外界来讲 体积保持一定 所以呢 这个时候Q跟W都是零 所以从热力学第一定律 ΔU等于Q-W 这两个都是零 所以ΔU就是零 所以 虽然 你这个隔板破碎了 气体从这里冲过来 可是 它的内能呢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我们刚刚讲过 理想气体的内能 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你内能没有改变 所以它温度也没有改变 那温度保持定值 所以说自由膨胀呢 自由膨胀呢 它的温度 是导致一个定值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膨胀 一个一个过程 叫free expansion 好 第七个过程 叫做循环过程 cyclic process 比如说一个系统 它从initial 变化 远这个路径变化 变化变化变化 又回到initial 就是final state 就是它的initial state 那内能呢 改变就是uf-ui 那uf等ui的话 那就表示 它内能的改变等于0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因为uf等ui 所以fu等于0 fu就等于q-w 所以从这里就得到 w等于q 那一个系统 做循环过程变化的时候 流入发动机的静热 等于发电机 不是不是 我这个写错 发动机 发动机 所做的进攻 我讲义上面 这句话写错了 不晓得为什么会写成 它对系统 流入系统的功了什么 我都忘掉了 我这次有把它更正 那下一次讲义更正的时候 就会真正的更正出来 你们这是发动机 发动机的静热 等于发动机所做的进攻 OK 这是循环过程 我们像我们所有的内燃机 蒸汽机 所有的热机 都是一种循环过程 都是循环过程 那以上几种过程 希望各位回去 要仔细的思考它 好热力学 我们刚刚讲的热力学 像这个 它是指 initial state 到final state的时候 它总共 有多少热量的传递 总共有多少功的传递 然后它的热能 内能的改变 总共是多少 是从一个state 到另外一个state 但是 从一个state 到另外一个state 当中 随便找一个state 当时间 过得很快很快 就是 就是 时间很短很短的时候 dt秒 就时间去临 但是它 还是行进了 dt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放出一点点的 热量 比如说 吸收一点点热量 放出一点点 对外做一点点的攻 那么这个就是 它的内能的改变 这个改变 因为是 在时间极短的 时间间隔里面 所完成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说 这个 内能的改变 是一个瞬间的 瞬间的 这个是一个 一段区间的 从initial state 到final state 这个是在 initial state 跟final state 的当中 任何一个 瞬间 它内能的改变 就等于dq 减dw dq是用这个 dw就是用pdv 再进去 所以du 你可以写这个 也可以写这个 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 唯分式 这是正规的一个 热力学第一定律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 几个定义 一个叫做摩尔比约 摩尔比约 摩尔比约就是说 我有n个摩尔的气体 当它的温度 你看这个v等于constant 就是说在等容过程里面 它温度改变一个 dT的时候 你总共需要给它多少能量 多少热量 它的温度才会改变一个dT 所以给它 dq的热量 它温度才会改变dT 那就是说 相当于每一个摩尔的气体 每变化一度k或者一度c都是一样 因为它这个刻度一样 所需要的热量 这个呢叫做摩尔比热 摩尔比热有这个等温过程 跟等压过程 不一样 这个是等 这个特别著名 这个是等容过程 如果做等压过程的时候呢 其他都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 p等于constant 就是它的pressure keep constant 它的压力保持定值 这个要记起来 记起来 这是定义 定义就是规定 规定 规定是不讲理由的 你说它没有理由 它还是有几分理由 你说它一定要这样子吗 也不见得就是要这样子 但是规定就是规定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个 圆 我们现在要摔 两个等温过程 当中 这个是一个等温过程 这个也是一个等温过程 这个温度保持在t 这个过程呢 保持在t加dt 就是说这个过程里的温度啊 要比这个曲线上面任意一个过程的任何一点 它的温度呢 要低一个dt 因为理想气体 u就是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因此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u也保持定值 假设它是u 那到了t加dt以后啊 这个也是一个等温过程 它的内能也是一个定值 我们假设说 这个内能比这个内能要多一个du ok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a代表 这个过程里面的任意一个点 任意一个状态 它到这个等温过程 任意的任意状态 从a到b 它内能的改变 跟a到c 内能的改变 跟a到d内能的改变 都一样 通通一样 因为 这个内能是u嘛 所以一些内能都是u加du嘛 ok 好 那你现在怎么算这个du du怎么算 从这里 这里 内能增加也是du 这条路内能也是du 这条路内能增加也是du 那我们要怎么算呢 当然我们找那条 最好算的来算 同样的结果嘛 得到同样的效果 我当然找那个最容易算的 最容易算的是哪一条路径呢 从a到b 等融过程 等融过程 我们现在从a到b来计算 a到b是等融过程 所以它的p v等于 就是等融过程 dw是0 因为它的体积不改变 好 dq呢 dq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来算 因为等融过程是这个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dq就等于ncvdt 对不对 ncvdt 然后把这个带到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微分式里面去 所以du就等于ncvdt 这个带进来这是0嘛 这个0嘛就等于这个 要记住啊 虽然这个du 我们现在是用等融过程把它算出来了 这个Cv是用v是等融过程算出来 但是你从a到d 这是等压过程 它的du还是这么大 对不对 因为这个跟这个之间 差就是du啊 就是du啊 因此呢 你temperature 差一个dt的话 就是说你从t到t加dt 这两个温度之下 它的内能的改变 就是用ncvdt 虽然它是绝约过程 还是这个 虽然它是这个等压过程 它还是这个 OK 任意过程 从1到f还是这个 就是anyway就是这个值 这个要记住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du就等于这个 好 上这个设置 适用于tl到th l是代表low temperature of tl th是代表high temperature 在这两个温度变化之间 两个等温过程 人间之任意变化过程 du都是这个 不管你是什么过程 它的du就是这个 这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是正在理想气体之等压比热 cp 与等容比热cv的差是这个 就是等压比热啊 要比等容比热呢 大一个气体常数的值 好 现在我们证明 气体进行等压过程变化的时候 p等于定值 对不对 p等于定值 所以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这个时候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好 本来就是pv等于nrt 好 那现在呢 因为p等于定值啊 那么dw等于pdv 你看这个 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的话 因为p是定值啊 所以它就是pdv 如果p跟v都不是定值呢 这边要是p加dv 再加上v乘dp 那现在它只有pdv 因此它的w 这个微分以后 就是pdv等于nrt 这个就是它的功 这个功 好dq呢 记得 你虽然是等压过程 等压过程它是这个 dq是这个 等压过程 ncpdt 但是du一定是这个 cv 不管你是什么过程 都是这个 你看 好 现在我们 dq也有了 ddu也有了 dw也有了 带着热力学 第一定律 里头去 du呢 ncvdt dq ncpdt dw 是这个 大家把这个ndt都约掉 那我们就得 cp-cv 等于r 就证明出来了 OK 好 那么 我们再看 因为cp比cv大 那么cp比上cv 就是任何一种气体 它的cp 它的cp跟cv的比值 我们令它等于γ 这一定是大于1的 因为cp大于cv OK 这个要记住 γ是等于cp overcv 这是一个 一个常数 好 那为什么等压过程会比等溶过程 它需要的热量比较多呢 为什么要比较比较多呢 因为啊 等溶过程 我们应该把这个活塞 照理说应该画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一个气缸 一个活塞 是固定的 固定在里面 它的v是保持定制 里头有气体 好 我们现在外面用加热 这个气体呢 它吸收热以后呢 它的温度就上升了 对不对 温度就上升了 那如果是等压过程呢 就好像说我们这个气体 在一个密闭容器里面 不过它上面不是固定的 它是用一个活塞 活塞上面摆一定种的发麻 那你热量传进去的时候啊 气体温度增加 气体温度增加 它就膨胀啊 压力增加膨胀啊 膨胀会做工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加进去 如果说我们最后膨胀的体积都一样 那气阻 最后它膨胀到这个体积就跟前面的固定体积一样 那么前面体积没有变嘛 这不需要做工嘛 热量全部用来增加它的温度嘛 后来这个等压过程呢 你热量加进去啊 还要用一部分来做工 其他的才来增加温度 所以它需要的这个热量比较大 所以CP比CV大 这个证明回去要自己要倒一遍 再看一个理想气体进行绝略过程的时候啊 P乘V的伽玛次方等于定值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等等再看 我们先看这个 这是状态方程式 现在我们两端积分 两端积分 就是PDV加VDP等于NRDT 如果是绝热过程的话 DQ等于0 那么从热力学第一定律里面 DQ带进去的话呢 那它的DU啊 本来是这个 这个等于0就等于PDV了 DU等于这个 而DU呢 我们刚刚不是算过吗 它就等于NCVDT 于是DT呢 就可以变成NCVP分子PDV DT等于这个 DT等于这个 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到A式里面来 A式的这个里面 PDV加上VDP 要等于NR 你把这个带进来 就变成 是不是少了一个N呢 看看 这个N约掉了 这个N约掉了 好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R 用CP减 CV带 OK 那这个 就变成 负的 CP over CV 就是伽玛 PDV 第二项 负负得正 就等于加PDV 好 这个PDV跟这个PDV 约掉了 那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VDP 这个搬过来 加上伽玛PDV 等于0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 整理一下 DP over P 加上伽玛 DP over V 等于0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 都积分一下 这个积分就是log P natural logarithm P 这个积分呢 就变成伽玛 natural logarithm V 0 积分就是constant constant 这两项合并 这个 伽玛可以变成V的伽玛 之方 就变成loger PV 伽玛之方 等于constant 于是这个式子 就可以写成PV 伽玛之方 等于定值 理想气体 绝热过程的时候 P跟V的关系 有这个值 这个很出名 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看 PV等于定值 这是等容过程 PV 伽玛之方 等于定值 这是绝热过程 好 等容过程 我们用虚线 这一组的 这个曲线的代表 每一个定值 改变 就有一组的曲线 这个也是一样 一个定值改变 它就是实现的 我们发现一个 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要记住 绝热过程 它这一组的曲线 它的斜率 要比等温过程 这一组的曲线 斜率要来得大 斜率要大 这个要记住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要把这个状态方程式 带进去 我们又可以把它变化成 另外两个关系 一个是这个关系 一个是这个关系 这个你们自己去 把它变一变看看 这个推导也很重要 你要会推导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 理想气体动力学 理想气体动力学 这是一个气缸 气缸 里头装了气体 我们先把它当作是理想气体 好了 理想气体就是说 这个气体的分子数目 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是气缸 里头有好多的理想气体 分子有好多个 我们假定它有N个 每一个气体 它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说你看这个气体 你分不出来哪一个气体 是哪 哪一个分子 是哪一个分子 不过 它们的速度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 那么这个气体 理想气体分子 只有它碰撞的时候 才会 才会有这个力量 才会 两个 它气壁碰撞 它才会受力 或者两个碰撞 才会有力 因为理想气体 我们当作它没有体积 没有体积的话 那两个就不会碰撞了 那一定跟气壁 产生碰撞 那么现在我们有几个定义 假定这个 从这边到活塞 长度是L 那么我们有一个气体 它的温度是V 第二个气体 它的速度是VI 从这里过来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VI 分成VX跟VY两个component 我们现在用二维的 其实它这是三维的 那么我们现在只用这个VIX 只看这一方向 气体就等于它在这里 它以这种速度 它从这里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是撞到这个活塞 然后呢 反弹回来 那以VX的方向往这边走 因为它是完全弹性碰撞 所以它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所以这两个速度大小是一样的 这个速度分量跟这个速度大小分量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两次碰撞 就是说第一次碰撞到它 比如说它从这里碰撞到了 然后再反弹回来 再碰撞一次 两次碰撞的平均时间 就等于两倍的L被VX除 这个就是两次碰撞的平均时间 平均的撞击力呢 它撞击到这个活塞的力 是等于 这个是压力 这个是动量 动量 over delta T 就等于动 如果很小很小的话 就是DP over DT 这就是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它的力 对不对 它动量是什么呢 就是两倍的 就是delta PX 就是朝这边的分量 等于两倍的MVIX 被delta T来除 平均时间来除 所以它的平均的撞击力 是这么大 总平均的撞击力 它有N的 这是其中一个 第R一个 第二第三第四也有 所以我们把全部都把它加起来 就是总的平均撞击力 然后呢 我们说它的平均压力 就是给这个活塞的压力 压力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力 你这个力 被面积来除 就是压力 面积来除 那就等于这一项要被面积A来除 A乘上L 就是V 所以平均压力就等于这么大 平均压力就是给这个活塞的压力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再看 那么V1 X 第一个分子 它X速度的平方 加第二个分子 X分量 速度 X分量的平方 这个平方全部加起来 被N除 就是等于速度的X分量的平方的平均值 平均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就是分子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带进来 P就等于P average 把这个用这个带进来 它就等于N N 这个 这个是N乘上Va VX平方的Average 被V除 这就是平均压力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压力 平均值 那么因为一个气体的分子 它的速度 会有三个分量 VX VY 跟VZ 这是在迪卡尔坐标 分成三个分量 那么这三个分量呢 我们 我们都知道 V V的大小 就是等于 VX平方 加VY平方 加VZ平方的 开根号 开根号 所以V呢 是等于 就是真正速度的大小 是这三个分量速度 速度大小的平方 是等于这三个分量大小平方的 和 现在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 这个我们用一个平均 平均值来讲 如果这个平均值 实际上跟这个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 跟这个平均值 之间呢 有这个关系 可是 因为这个 VX VY VZ 因为它的数量很多 数量多得不得了 它的平均值应该都一样 哪一个方向都一样 你没有理由说 X方向的分量平均值 比Y分量的平均值要大 没有理由这么说 机会都均等 所以呢 V Average 就是平均 V平方的平均值 要等于三倍的 VX平方的平均值 三倍 就是这三个加起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这是P乘V 就等于N乘上M乘这个 那么 VX呢 现在我们把这个 那你现在我们看 PV等于这个东西 OK 好 NM还保留 NM保留 好 那这个 因为它这是一个嘛 这是一个嘛 一个是等于这个 V的三分之一嘛 因为它这三个 这三个分量 平均来讲 都相等啊 所以它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V 好 那么 我们在这里配方 这里乘个2 这里乘个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MV平方 于是这个就当作是什么呢 它的平均动能 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 PV等于这个 好 因为因为PV 由气体状态方程式 等于NRT 所以 三分之二个N1 就等于NRT 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得到EK 是等于二分之三 R 这个N 大N over小N 被T 就是整理一下 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分母 大N被小N除 大N就是有多少个分子 这个N就是它的摩尔数目 就是说你有几个摩尔的气体 那这个呢 叫做NA 就是每一个摩尔的气体里面 有几个分子 这是固定的 就是Avgaderal number 好 那么EK呢 前面是写这个 现在我们看这个式子里面 R就是气体常数 气体常数 有 有这三个值 你都要把它记住 它的单位不一样 看你用什么单位 就用什么数字 OK 气体常数 这个要记住 NA 就是 每一个摩尔有几个分子数 这个我们都 在国中都念过 6.02乘10的23次方个 每一个摩尔有这么多个分子 OK 然后K呢 是等于R over NA 这是定义 这个等于这个值 这个叫做Boltzmann Constant Boltzmann Constant K是等于R of NA 那么理想动能 本来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因为它是 二分之三 R of NA T 那R of NA K等于K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 二分之三的KT 这个是显示 理想气体的平均动能 仅仅是温度的函数 我们前面已经用了 对不对 这里就证明 给各位看 我们这个是用这个 围观的 围观的这个观点 就是看到每一个气体 它每一个气体分子 都有动量 跟能量 然后算出来 它的能量 动能 就是温度的函数 二分之三 可以提 由于理想气体 重分子间 没有位能的存在 没有位能 内能是含气体的动能 所以它的内能 就是动能 就是动能 那么有N个内能 不N个分子 所以它的系体的总内能 就是N倍的EK 那我们把这个N乘进去 就二分之三 NKT 二分之三 NKT又可以写到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 NKT 可以写到 二分之三 NRT 因为你看看这个 我们前面 你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导出来 就是 K等于这个 K等于这个 N 我们前面 你去导一下 就是NK要等于NR NK要等于NR OK 那这个 所以 U可以等于二分之三 NKT 等于二分之三 NRT 这个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气体动力学就是 最后告诉你 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知道 气体动力学 它的平均动能是 二分之三 NKT 或者是 二分之三 个NRT 这是理想气体 我们把它当作 理想气体 找出来的 可是我们后来 用到真正的 气体里面去 我们发现 会有出入 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气体的 种类不同 温度不同 那么这个数字会改变 于是呢 我们就想 这里头一定还有 什么道理 我们不知道的 后来就 就发现了 我们 气体分子 离想气体是最简单 我们刚刚说 它呢 没有体积嘛 就没有转动 没有转动 它只有移动 只有移动 OK 但是我们气体啊 有的是这个 双原子气体 双原子气体呢 又有转 可能会转动 转动也看得见了 转动动能 它还温度高一点呢 又可能有震动 对不对 好 于是呢 就有所谓的 能量军风原理出来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 下一次来 讲 能量军风原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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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叫 清 清 清